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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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妈 今天这个事情多亏了我呢 什么那七八糟人都在这儿 这都好 走了多清净 妈 这个时间要做那份吃什么 我有事要跟你讲 自己做 你说什么 大姐夫跟薇薇的奶奶搬走了 都打成那个样子了 还不搬走吗 你是没看到啊 得亏我今天去的糟 要不然妈就吃大亏了 这个何兆海和他妈呀 还想赖着不走呢 真是 是不是你在背后使坏啊 今天我又使什么坏 要不然妈怎么会让大姐夫他们 就这么突然地搬出去 出去要住哪里啊 真是咸吃萝卜蛋草的名字 他们住呢跟你有关系吗 再说这都是妈的主业 本来今天啊我好心好意 帮妈的妈就为了她好 临了到好 妈一顿饭没给我留 也不给我做 本来我还想跟她说些事情 这就好也不用讲了 说不准啊几个月之后啊 妈又能当外婆了 妈又能当外婆了 你什么意思啊 大姐夫和你妹妹去宾馆开房啊 你乱说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我今天亲眼看见她 所以今天何赵还肯搬走 那跟她做了这个亏心是有直接的关系 真是的 这个兔子还不吃我变草呢 你就把这一个又占这一个 什么样子嘛 老婆我跟你讲啊 在这个生活作风问题上面 我要比她强更多 你干什么去啊文慧 不吃饭了呀 这一天到晚了 哎呀 这一天到晚了 哎呀 是一天到晚了 进来吧 是 这一天到晚了 这么一天到晚了 我光知道这姑娘有钱 我不想她这么有钱 这跟咱可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你平常怎么跟她相处啊 你心里不发忙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得般配 对 你跟她搞对象合适吗 妈 你啊先在这儿住着 等我给你找到住处之后我就来接你 坐吧 坐吧 何妈妈 快来喝茶吧 姓主 我走了啊 我妈就拜托你了 那么客气干吗 何妈妈又不是外人 走了吗 要不然你也住这儿等 同意就抱着了 何妈妈 以后我带你到楼上去看 真是给你添麻烦 没有 没有 来 这是谁说的呀 这简直就是污蔑人嘛 我哪有那事啊 姐 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你就别管是谁说的了 我只想听你一句 你跟大姐夫到底有没有事 我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还想有点事呢 人家女朋友看得那么紧 这完全就是跟踪追击嘛 你说谁跟踪追击 还能有谁啊 那大小姐丁心如呗 知道了 肯定是那个丁心如啊 雇了什么私家侦探 跟踪我大姐夫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宾馆呢 他还能去通知人家丁小姐 真是唯恐不出事 你说谁啊 没谁 我就是心里放不下 现在听你说啊 我也求放松了 我就说啊 你跟大姐夫不是那种 没有脑子的人 是啊 大姐夫回家 妈没说什么吧 还有啊 妈跟薇薇奶奶没事了吧 他们没事都很好了 谁啊 什么 来 妈 怎么了你这是 怎么了这是 对了 跟薇薇吵起来了 瞧把你妈说的 好像我走哪儿都跟人吵架似的 那怎么回事这是 这大早上干嘛呢这是 不是啊 我这一宿睡的 我实在过不了有钱人的日子 他们家的床太软了 这一宿哦 我这腰板就没挺直 睡着我腰都算被疼了 你真是有福不会想 是 你妈不是想扶着命 后来我想 得了 我还是上你这儿来 跟你积积吧 您ch 您ch 你怎么回来的 这姑娘送我回来的呀 人哪 是是 她怎么没跟着我进来呀 行行行 俊儒 俊儒 好 跟我上打电话来说 没事了 咱们又可以重新营业了 是吧 那好 我差点了 滚 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妈 你怎么一大早跑我这儿来了 买菜 我去买菜 莉莉啊 昨天你这儿有没有什么 比较那个一点的情况 就是有没有什么人过来 没有什么人过来啊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什么 大姐夫和薇薇奶奶搬走了 这出什么事了这是 也没什么事 你说他们要走 我也没办法是不是 我不能把他们绑在家里面对吧 不对不对 如果要是没出什么事的话 我大姐夫不可能这样做的呀 妈 你是不是又跟人家吵架了 我 我们又 是她要跟我吵 不是她妈 不是我要跟她妈吵 这 这老太太可能也不知道 脑子有问题 她跟你亲的时候吧 亲得来像亲爹亲娘那样 她一会儿呢 她又跟你吴极眼一样 这种人我实在吃不消啊 在大门口大门大开 哇啦啦 哇啦啦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要跟我抢房子 是不是有这种人的 太不讲道理了 你们俩怎么吵成这样啊 妈 不对吧 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的时候 不给我大姐夫说的 都告诉你的 怎么现在又吵成这样了呢 妈 所以你说错什么话得罪人家了 我是了解你的 你那个嘴有点得力不饶人 难怪了 我说怎么是昨天晚上 这么晚了 我二姐跑到我这儿来 哼哼鸡 哼哼鸡 哼鸡了半天 原来是有事啊 文贵来过了 是啊 我跟你讲啊 都是文贵她老公 让周明惹的祸 又是任周明 那当然了 我跟你讲 这个任周明啊 这嘴巴里就没有把门的 那说话真是太损人了 真是成事不足办事有余 你说本来吧 现在这一家人住在那儿 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对吧 解决了就好了嘛 可是她这么一来完了 结果是好像我把他们赶走了 这你妈是这样的人吗 我这么绝情吗 我妈肯定不会是这种人啊 这还用说呢 妈 现在听那意思 觉得你好像有点后悔了 我后悔了吗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后悔什么 真是的 这后悔什么呀 我刚才的意思是 其实一家人在一起对吧 有点矛盾 说开了都好了对吧 还是合合摸摸过日子 再说你大姐夫 这段时间住在我这儿 我还真是有点习惯了 他这么一走 我还真有点空捞了 是吧 这就把心里话讲出来了 其实呢妈 你现在啊 是心里觉得有点小内疚 但是呢 还不好意思去找人家认错 让人家搬回来 对不对 谁内疚 谁内疚啊 我那什么疚啊 这又不是我的错 是任忠明的错 都是她把他们弃走的 关我什么事啊 跟你没事 那妈我就不明白 你这绕来绕去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劝大姐夫 让人家再回来 他爱回不回 跟我没关系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没说说 叫叫叫叫你把他去劝回来 那你没瞬间你来我这干嘛呢 买菜啊 我 我路过我来看看你啊 你买菜啊 这菜场离我让你丧站路了 你买菜呢 那有什么关系啊 散散 六站我也去 菜哪儿好哪儿便宜我都哪儿去 行了妈你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 行吧 我有空啊 我去给我大姐夫说说 我大姐夫她最近好像有点烦心的事 可能在外面住一段时间也好 她怎么了 什么烦心的事 是不是为了那个丁心如 什么丁心如啊 跟丁心如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怎么了 我说起丁心如你就得得心 我告诉你苏莉莉啊 你你你脑子给我领情一点啊 人家谈恋是两个人的事 你别残忽 你俩凉快两个去 不是我 我一直在挺凉快的地方站着 人家谈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 对 我说那个菜场 我跟你说菜场现在快收汤了 你现在再也不去 我告诉你那便宜的菜啊 好菜啊什么的都没了吗 真的 你赶紧的那边真的快收汤 几点了这都 菜我走走就买好了 买好了正好啊 你看这么好的天气溜溜弯今天阳光明媚啊 妈断练身体 我好了看 阳光明媚的 是不是啊 好 都要注意安全啊 妈 回家吃饭啊 慢走啊 妈 真棒 主任 你来个行业厨厨厨厨 办公室不允许抽烟你知道的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一会儿我还有个贵 主任啊 这个事情啊 对您来讲呢 就不是大事情 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大事情了 您只要点点头 三分钟就可以办好 您看我这个工作 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来的 仲铭啊 虽然你把奴用的公款全补回来了 但奴用公款已经触犯了法律 公司必须得开除你 其他的我也帮不了你了 不行不行 这个千错万错啊 都是我的错 可是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十分的紧急啊 我是想跟您讲 可是当时您 反正不管怎么讲 这个事情一解决掉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 您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呢 这回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啊 您有 您绝对有 您可别给我戴高帽 您可别给我戴高帽啊 最主要的是啊 您这个人啊 心长好 这么多年我在这里工作 大事小情的 您没少帮您 没少关照我 您看我现在 这一个大男人 成天闲在家里 也不像个样子啊 我的意思呢就是 还想回来上班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单位的规章制度 就在这摆着 这要是都像你这样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这 把我们这唱什么了 我们还怎么工作啊 主任 这个事情呢 我做的确实是不好 不地道 可是您想想看 这么多年 我辛辛苦苦的 没有功劳 总有苦劳的吧 您 您 您就帮帮忙 帮帮忙好啊 钟平安 这回我可真是爱慰能够了 对不起 我要吃饶了 主任 这个烟您拿着 要不就我一起吃个饭吧 这次对毛景峰用的招 用对了啊 这个商场上啊 这种伸缩的拿捏就 也不能无情无义 但也不能软弱可欺 我是了解毛景峰的为人 这是个不择手段的商人 尽管他再紧权 他干那些肮脏事总会露马脚的 但这个话说来说去啊 江还是老的辣呀 得感谢您提供那些人脉啊 把毛景峰那些肮脏事全挖出来了 这个毛景峰啊 原本他想把他当年在中天干的那些 不法经营资料扣到丁金如身上 没想到 他收到我寄给他那些 他早年间那些不法经营资料后 有点心虚手软了 罢手了 他这一次虽然得到了教训 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种隐狠的个性 绝对不可能就此三把甘休 所以说呢 这中天的危机只算是解除了一半 那你跟辛茹 你们日后还得多提防着他 他对你们报复啊 本人就兵来将党吧 说实话 毛景峰这种人啊 真不配作为一个对手 太卑鄙了 这句话我喜欢听 记住啊 以后如果再有机会碰的话 嗯 就务必让他 用不得翻身啊 一定的 嗯 好 哎 罗慧啊 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啊 真的是太现实了 看着我落难啊 全都落井下石的 一点后路都不给我留啊 自己节都给我自己验吧 怪谁啊 不是 不是 我怎么验啊 我算看清楚了 现在这个世道啊 这个人都太势力了 你说这个主任 明明点点头 这个事情就搞好了 你说 这摆明了不想帮我忙吗 你还有脸抱怨别人呢 你不势力吗 哎 怎么这么讲我的 那我为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行了 你少废话了 你要是那边的工作真的不行 我替你介绍一下吧 真的 哎呦 我的气老婆啊 你早讲话 我就不来这里受这个气了 什么工作 超是李霍元 李霍元 不是 文慧啊 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算了 不是你是我老婆啊 你怎么也跟着天砖夹瓦的 往里面扔石头 你想砸晕我的 啊 李霍元这 多丢人心眼啊 别人不笑掉大牙的 你都已经成笑话了 还凭什么闲着闲呢 都可以窝在家里抢了 我我窝在家里面 也总好过出去丢人现眼的 再怎么讲你老公我也是 见过世面的 这个腔调还是要有的 是吧 还有还有你妈 她要知道我 我是个李霍元 她不觉得丢人吗 还有大姐夫 她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我给你讲 这个李霍元我是坚决不能干的 太丢人了 知道 好 孟慧 我 喂 这个越来越没有礼貌了 说挂就挂掉了 行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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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当回事儿 得去医院看看 是不是有了 不会的 上次也是这样 弄得兴师动众的 结果也是宽欢喜一场 我看这次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最近 喜欢吃酸的东西 你看你 一点也不当回事儿 中午吃的糖醋小排 昨天买了酸辣汤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你怎么还后知后觉的 是吗 我都没注意了 不会的了 老是报假警不可能的 肯定是我这一阵子 喂兵用饭了 人药倒霉的 臭烟都难不 你好 来包烟 炒敲кус 要去吃其他 来 试快 吃点吃啊 我说你们这个店啊 有点过分的 你们无缘无故就涨价呢 涨价 没有呀 我们一直是这个价钱哦 不可能 昨天我买的这包烟 就不是这个价格 我跟你讲啊 这个烟是可以不抽的 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绝不允许你们这种 齐航霸市的行为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谁齐航霸市的 我们的价钱事务价值统一核定的 怎么可能随便就涨了呢 你看 你看 我还强词多理是吧 我不买了 好啦 真是的 不讲理的还 跟你讲不要了 不要了 真是黑店 不买了 真是 没奇妙啊 良 bones 请 小姐你好 麻烦找一下丁心如小姐 你们丁总 对不起先生 丁总现在正忙 要不我帮您预约吧 预什么预约 不用预约又不是医院是吧 我跟你们丁总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说你有及时 丁总 你有什么事吗 人著名啊 我们见过的 何昭海是我大姐夫 哦 见过 你有什么事吗 哦 哦 你是来找赵海是吧 你好 来来来 喂喂 丁总 我今天主要是来找您 您是公司的老总 您说话管用 我大姐夫 顶多就是您手下一个打工打 我跟他说不上话 哎 你有什么事啊 我现在马上就开会了 我知道 知道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 哎呀 像你们这种赚大钱呢 是一天恨不得变出四十八个小时出来 是吧 说完我就走 啊 其实呢 很简单 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啊 我都知道中天集团那是响当当 名声在外 求贤若渴 我任重名也在苦苦地寻寻觅觅觅 像中天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来发挥我北人的才能 实话跟你讲吧 我今天来找您啊 是大姐夫让我来的 赵海让你来的 是啊 不过这个事情啊 您也要保密 大姐夫是北方人您也知道 好面子嘛 不好意思让我抢出来 不过我觉得丁小姐 您也不是外人 您说我们这一大家子里里外外的 您也帮了不少的忙 是吧 您在这里给我安排了工作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再说了 我真的是一个人才 相处久了您就知道了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才 如果不能在您这里工作的话 那简直对我们双方来讲 都是莫大的私事 还有还有 老太太那边啊 也经常夸你 说丁小姐啊 人好 热心肠 老鼠了我 说朱铭啊 你这一身的才能 你不到丁小姐那里去帮忙 你这不是白白浪费掉了吗 我一想 帮谁不是帮啊 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是吧 可是我们暂时 不需要找人了 不找人 这么大的公司缺的就是人才啊 尤其缺像我这样的人才啊 丁小姐您不知道 这个老太太啊 对我来给您帮忙这个事情 那是尤为上心啊 如果老太太知道 我给您这个忙帮成了 还一高兴 我再跟您说说好话 您和我大姐夫的这个事情 没准就成了 那如果老太太知道 我这个忙没帮成 那一生气 老太太脾气您也了解 再怎么说好话 那也不好败啊 没想想 您好好想一想 行行行 那 那你来吧 真的 听消息 您就是我的伯乐呀 那我这匹切利马 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了 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今天 今天可能不行 我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明天我来报个到 我们这儿 暂时没有什么职位空缺 要不 你来当一个 特别助理什么呢行吗 没问题 没问题就特别助理 我先去救一下 这个没关系的 不乐意 大姐夫 大姐夫 您怎么来了 我特意找你谈一点事情 什么事 这 这到午饭时间了 我请客 大姐夫啊 我们边吃边聊 走走走 是 边吃边聊 对 谢谢啊 丁小姐 丁小姐 谢谢啊 我能盯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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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好 那我家正海 他能分多大面积啊 哎 你们晓得不到 8号成家的儿子哦 把自己姐姐打进医院去了 真的啊 吓死这么重啊 以前他姐弟俩关系挺好的啊 那都是表面现象 一实习到个人利益 马上就不一样了 嗯 现在老百姓一辈子等的 就是动签 可以嫌疑翻搜了 所以啊 有个人都想奉一奉 谁都不愿意吃亏 我已经给你讲了什么了 你家可不要做丁职户啊 哎 刘主任你放心吧 我们家不会做丁职户的 可是有时候也没办法 哎呀 你也看见了 有人要跟我们抢房子呀 对吧 都快打起来了 说起来真是丢人哪 这事情呢已经出了 你也就不要再埋怨了 现在呢只能按政策办事情 不过这家里的事情呢 可一定要协调好 哎呀 协调不好了 谁知道啊 你封房还得看房产政策上的名字 你想得懂 协调不好可不行 你看 谁让你当初没有考力长远呢 不过呢 凡事啊 何为贵 我呢 也不是替这个薇薇奶奶说话 人家闹也不是没有道理 也得站在她的立场上 为她想想 呦 薇薇奶奶 来 这亲家都碰面了 别装得看不见 今天啊 你们俩都在这儿 我呢做个合适佬 来 到我办公室啊 咱们今天好好谈谈 把什么都弹开了啊 来 奶奶 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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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站着坐 还愣着干什么 咱们今天啊 怎么想的 就谈出来 都是一家人啊 咱不动气 好吗 外婆 不动气啊 主任 有人找你 行 待会儿我知道了啊 有人找我 我出去咱办点事 待会儿我就回来啊 您忙去吧 好的 薇薇奶奶 正好现在没人 我这个人呢 藏不住话 咱们打开天窗说两话 有什么说什么 我的要求不高 不过分 房产证上 有我儿子的名字 他就该得一套房子 大小都喜欢不挑 就是不想过寄人篱下的日子 我问奶奶 什么寄人篱下呀 看你说的 你去问问赵海 他在家里住的时候 我怎么对他了 那吃呀穿呀用啊 什么事情我都管到的 我想他很周到的 亲儿子也就这样了 比亲儿子待他还亲 有您这么对亲儿子的 没钱的时候是亲儿子 伸手倒快 分房的时候没有 您这不是对儿子 你拿别人当傻子呢 其实 我问奶奶 我有句心里话 真的我一直想说 我今天活出去了 我就跟你说吧 我不是不想分房子给赵海 我是想 这房子都分出去了 那他肯定得离开我呀 我这么大年纪了以后 不是孤零零的成孤老太了吗 我是 我是想外国家 孩子们都住在一起 拢在一起 我心里头才觉得舒服 大姐夫啊 我是真的 你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打扰你 以前的那个单位我去过来 人家不肯要我呀 你说现在家里面 所有的重担 都压在门会一个人柔弱的肩膀上 我于心何忍 我也是个男人 大姐夫 你就当再帮我一次 好了 刚刚那个丁伯乐已经答应我了 给我个特别助理先生干战 你放心 我保证不给你丢脸 喝一口 大姐夫 你说我们当男人呢 怎么这么难呢 要努力赚钱 还得回洗衣做饭 陪老婆逛街买单 有眼泪不能轻弹 有困难一马当千 还得保持坐怀不乱 可是你的命比我好呀 你有个什么事情 都为自己打算的吗 我不行啊 父母走得早 从小在别人家里长大 没少看别人脸色 所以从小我就告诉自己 什么事情 都要努力地去争取 要不然得不到的 这都是逼出来的 没办法 再后来呢 就遇到文慧 文慧真是个好女人 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可是她对我没要求 我不能对自己没要求啊 我是真想让文慧 过上舒服的日子 让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的 可是我命不好 赌个球输掉了 搞股票赔掉了 你说我就连想生个孩子 都要天天喝那个苦哈哈的药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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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这儿诉苦了 你要是个男人 就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 我看在文慧的面子上 我答应你 但是 咱们必须得约法三章 你到了中天 必须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狗干 你要是打什么歪主意 心再往歪主走 别怪我不客气啊 不能不能 大姐夫您放心 这一次我不给你惹麻烦 肯定让您放心 我会给你丢脸的 大姐夫 今天这顿饭 我 我万代钱包了 还得你请我 下次我请你了 吃吧 压根没想着你会请我 大姐夫你这 那那我再加两个菜吧 这 只要你能吃得完 服务员 菜单拿一下啊 赵海之孩子 你真是个好人哪 你还没错的 您这算是说了大实话的 我不是夸自己儿子 赵海是太仁义了 他临来上海的时候 我倒嘱咐过他 要好好对待丈母娘 要多为尹家着想 不成想 他是太实在了 他把自己全搁进去了 就没给自己 留一丁点余地 是啊 他对我们这事不错 我要是有这么个好儿子 就好了 我真羡慕你呢 请家母 是我们余英没夫妻 是我们余英没夫妻 别提了 一提咱们俩又多不好受 我也看明白了 您是把赵海当自己人吗 我说句老实话啊 其实我已经把赵海当成我的依靠了 可问题就处在 越是把他当自己人 越是怕他有一天 他会离开我呀 孩子都是离朝的脑 早晚得分开 咱不能因为自己自私 就拢着孩子 不让他们出去寻找幸福 是不是 孩子有孩子的生活 咱有咱的日子呀 关键的是 咱得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过一天就得高兴一天 您说是不是 亲家母 您要不同意 您就说话 您 您怎么 把头低下 算怎么回事了 您怎么了 你 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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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 文慧 是我 你妈又犯病了 雷雷雷 我妈怎么了 哎呀 我们俩正在动牵板 聊得好好的 你妈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我再一看脸色不对了 我说上医院吧 死活不肯 我这没辙了 给你打电话 咋屋呢 快看看去 妈 你怎么了 没事儿 没事儿不用着急 我躺躺就好了 还说没事儿呢 你看你的脸那么惨白 你呀平时就爱装病 真的有事又不去看医生 怎么跟孩子一样 哎呀谁装病了 亲家母 我去给您熬点粥吧 吃点东西 肚子不空就好受点啊 我奶奶 你歇着 有事儿让文慧忙吧 这现在气色已经好多了 哎呦 刚才那才不好看呢 把我吓着了 是不是咱俩聊天 聊激动了 你妈跟我说 我们都老了 万一 你们以后一个个离开了 老人心里不舒服 我 我想了 亲家母 你说得对 要是一家人在一块儿住着 彼此也有个招呼不是 我问奶奶 你说的那些话 我也想了 你说得对 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想把他们拢在一起 还能拢一辈子啊 再说了 做人也不能太自私是吧 这房子 封了就封了 想通了 什么都是浮云哪 对对 浮云 浮云 妈 你真的想通了 想通了 我问奶奶 你回去 跟赵海商量商量 合计合计这洞倩的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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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